晚间新闻一开始来关注雨谈新星李子佳申请离开国家队的最新进展 余总宣布从三天前开始 也就是1月18号起 不会为李子佳报名任何赛事 为期两年 那换句话说呢 李子佳未来两年可能无法参加任何国际羽球赛 就连去年诚词的女单吴景薇也面临同样处分 余总强调 这不是风沙运动员 两人可以上诉 并且希望李子佳最终能够改变心意 重新回到国家队 正要在国际运动舞台大放异彩的头号男单 李子佳在1月11号突然成辞 宣布要离开国家队转当自由人 让不少人感到十分惊讶 余总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 李子佳离队除了是不堪重负 也难以忍受国家队过于兵营式的训练 而在离队前 李子佳曾开出三大条件 不过余总全数回聚 首先,他想要有自己的练习和支援 第二个,要扮演自己的训练 第三个,要有自己的训练 现在,我们发现这些项目是不可能 对于金星栽培11年 去年他赢得全英赛冠军的头号男单 去一已决,坚定要转当自由人 余总十分失望 决定从1月18号开始 不再帮李子佳注册参与任何赛事 而在去年承词的女单 吴锦威也面临同样处分 拥有律师背景的余总署理会长 拿督斯里加哈比丁尤诺斯解释 余总的最新决定并非封杀两名选手 只是不帮他们报名任何赛事而已 如果我国选手想参加 由雨联举办的赛事 无论是自由人与否 还是得经由余总代为申请 如今李子佳和吴锦威所面临的处分 其实和被禁赛没有什么区别 但这两名选手还是有机会向余总上诉 而近这几年来 不少球员纷纷离开国家队 余总总秘书拿督吴志强坦言 球员贸然成词 其实会影响国家队的整体发展 至于余总书理会长加哈比丁尤诺斯则认为 无需过于负面看待李子佳离开国家队 他说这样或许能激发新球员的斗志 让别的后起之秀代替李子佳 而对于2024年的巴黎奥运 余总说目前一切训练如常进行 没有受到影响 這種会议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hippie丁尾河运